7月31日,2020ChinaJoy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布兰中心拉开帷幕 本届展会增设了5G云游戏主题展区、阿紫园游戏主题展区、桌游主题展区等 此外受疫情影响,还首次推出ChinaJoy Plus共玩家线上体验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,从检票、入场、逛展到现场消杀 本届展会尤其重视安全防疫工作 所有禁管人员需同时满足四项条件 人正一致,佩戴口罩,出示绿色随身码及体温正常 不少参展商也为现场防疫工作动足脑筋,下进功夫 除了配合主板方做一些措施以外 我们考虑到因为人流比较多,人员也比较多 要经常消毒,然后包括一些防这个喷漠的一些隔板 其实这些设计我们都是为了疫情那个能够更好的控制 采取这些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Challenge I首次推出Challenge I Plus线上展会 线上直播,重磅发布,制作人见面会,游戏宣发,周边衍生品或硬件外设展示等线下活动 均可通过线上平台与展馆外的玩家见面,触达更多游戏用户 就是介绍一些产品,新的新的新的产品,然后还有一些展台呀,在联合做直播 希望可以为这些不能到场的一些粉丝,经济行为为他们做一些直播活动,让他们感觉感情深受的感觉 据统计,2020年上半年,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用户娱乐需求被放大 用户规模继续扩大,中国游戏市场发展势头强劲 移动游戏带来实际销售收入加速增长 1月至6月,中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近6.6亿人 全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394.93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22.34% 不过,现场有参展上对记者表示 2020年游戏行业的走势会呈现波浪行 随着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,用户将逐渐趋于理性,恢复往常 就是以前没有在线娱乐习惯的玩家 他会去在家里因为比较空闲 所以会找着新的娱乐出口 可能我觉得手游是一个最直接最快速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的整体的新增跟DAO 都有一个较大的增幅 我们整体的游戏的收入是有增长的 但随着疫情的平稳 其实它现在已经回落到了一个正常 甚至比正常偏低的一个水平 确实有很多这个行业在经济上受到了冲击 那因为我们是一个消费产业 所以势必会对我们有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据了解,本届圈的这二展会面积12.5万平方米 涵盖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10个展馆 总计参展企业400家左右 带来千余款全球顶级游戏大作 4万余台游戏体验机以及数字娱乐和智能娱乐软硬件 最新潮的玩法 最新款的游戏 玩家都可先读为快 本期展会将持续至8月3日为期4天